与我共度一层 我们女嘉宾在感情生活方面 没有受到过什么伤害或者是挫折是吗 没有 其实你现在有没有一点后悔 如果当年要是对她要求严格那么一点点 不是那么纵容她 包容她的话 可能她还会陪你的时间更久一些 那都是为了做生意嘛 啊 应酬 为了家嘛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富足 跟当年前夫的一些努力啊 一些奋斗也是密不可分的 对吗 那你在未来想再找的时候 有没有想我选择一个 也是要有很雄厚的经济基础 或曾经经商了这样的人 会考虑吗 就有担当就行 至于有多钱无所谓 这么大碎碎了 钱多钱少 有那个就量仿就行了 但是前夫的不良习惯 应该也是给你的婚姻生活 带来了很多事要 现在那个我就要求嘛 不抽烟 不喝几口 不打牌 叔叔您有这些爱好吗 不 抽烟 抽烟 两天一喝 这个抽烟的品次您感觉可以吗 不行 叔叔能戒吗 我觉得一个人 咱俩就有点寂寞了 如果说要是有老伴了的话 那可以 可以考虑戒烟 对对对 因为抽烟没好 是叶子的 你看咱都没说什么不抽烟不喝酒 你就得有担当 你看人家阿姨 虽然阿姨喜欢优美的新疆舞 她老公有些不良嗜好 按理说两个人挺不登对的 但人家日子就过得好啊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女人肯定是有道 你知道吗 肯定是有个人的魅力啊 叔叔 阿姨 你教就 你们的家跟我们的家是不是一个氛围和一个生活方式 我跟我们家老公呢就是开始就登队呗就这么说 都把家里边都安排的静静有条的吧 那是两个人对家里边都尽职尽责的 因为爱这个家爱之次 你有一个人在那一组那一个组外嘛 你不是吗 男嘉宾和女嘉宾呢 我觉得是遇到的有点晚 我们男嘉宾就想找一个懂生活的人 我们叔叔 以前选错了不要紧 咱不是重新选择了吗 对不对 咱们再找一个找个啥样的 找爱我这种 哎 这就对了 叔叔 你说你稀罕他他也得稀罕你的 对 对 看你干啥都高兴的 你看他怎么的你都愿意包容的 是 对不对 相互欣赏最重要的 就这样才会舒服啊 两人还有什么要问对方呢 没有 没有 嗯 来好 二位请请 我们女嘉宾啊 你在我们男嘉宾的心里边啊 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你是已经飞她心里去了 阿姨认真考虑啊 对 喜欢咱就往前卖云 好不好 那小蜂娘呀 伯母 小蜂娘 放心 小蜂娘压力好大 我跟你说叔叔啊 就是缘分真是靠自己争取的 我看在眼里是确实阿姨非常的优秀 但是我认为什么呢 我们之后不还有一些环节吗 那个时候你深思熟虑一下 可以展开疯狂的追求 那个时候我们仨全都榜面 我们都会尽力的 放心叔叔好吗 当然这个爱情的选择啊 最终还是忠于你们自己的内心 认真的考虑一下好吗 阿姨 稍等休息一会见 好 这边请 我们男嘉宾这种状态啊 觉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真有的那种感觉 我喜欢一个姑娘 不会表达 我就喜欢这姑娘 我得想办法 我自己不行 我找兄弟姐妹们 哥们们来帮我 把这姑娘追到手 找朋友帮忙 那我们现在调整一下思绪啊 结束了与第一位女嘉宾的约会 大家看到这老头啊 挺什么 挺老实 挺朴实的 接下来我们男嘉宾要选择第二位约会女嘉宾